鼓勵鼓勵鼓勵 哇 有單車女神稱號的前主播 為華萱特別騎單車進場 與金融市長林又昌合體 為了就是要宣布5月1號將舉辦 323鐵馬會 在媽祖誕辰前夕 由林又昌率隊以鐵馬方式 從金融出發一路騎到北投關渡 用健康環保的旅遊方式串聯北北基 教大家說怎麼樣 在北北基 有一條祈福的文化路徑 不管是從基隆到關渡 還是從關渡到基隆 我想都是一個非常好 值得大家在這一段時間 親子可以同遊 而且不會 不要拼時間不用趕時間 也不用拼速度 用一個虔誠但是輕鬆的一個心情 來一趟祈福之旅 市長他真的很認真 他要騎53.8公里 53.8公里這個距離 對一般人來講 它具有相當大的耐力 所以我們在拜會媽祖 在祈福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這趟旅行真的是意義非常的深重 將近54公里的騎乘 將參拜基隆河沿岸六大媽祖廟 除了行銷地方觀光美食 也希望祈求媽祖保佑 讓缺水的中南部早降甘霖 更重要就是祈福 所以這邊的紅骨粿 還有這邊鐵馬會 其實就是希望和盡平安 然後也希望說最近 因為中南部也乾旱缺水 所以也希望說透過祈福的過程 祈求能夠天降甘霖 然後解中南部的乾旱 劉柳昌也透露明年基隆河沿岸 自行車斷點將逐一銜接 對單車愛好者更是一大福音 我們明年整個基隆河谷 郎帶的這個自行車道 將會整個斷點 全部通通都會串接起來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次 也算是一個暖身 有很多車有反應 就是斷點的問題 那我現在聽說基隆未來整個到 不管台北市或者是新北市 整個斷點七個斷點 都可以連接起來 所以我個人非常期待 因為對於自行車友來講 我覺得它是不分 就是你今天是基隆市 還是台北市還是新北市 我覺得如果能夠整個暢行無阻的話 對於車友是一大福音 剛接下健康城市聯盟理事長的 林佑昌也歡迎民眾參與 輕鬆享受福氣滿滿的文化輕旅行 3 2 3 祈福輕旅 衝啦 北北基鐵馬會 進啦 記者張祺騰金融報導